国防费的规模是综合考虑国防建设需求 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而确定的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国防费的增长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 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 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多年来基本稳定保持基本稳定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也是比较适度和合理的 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是紧密在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